歡迎收看今天的模型球 今天我們特地來到了台中 要帶大家看看設計質感滿分的豪宅 而且最特別的是 它是由設計師夫妻一起來打造的夢幻家園 是不是覺得很好奇 設計師設計自己的房子 究竟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趕快來參觀一下這個豪宅 按鍵鈴 哪位 早安 早安 是我們來了 一鈴早安 介紹一下你家 因為我看起來一整個進來 整體來說非常非常的氣派很豪氣 那對你來說你的裝修的理念是什麼 我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希望把這個空間放到最大 那不要有去多餘的櫃子或多餘的裝修 那因為一開始屋主其實這邊有做一個玄關 那我們就是把它拆掉 然後重新做一個簡單的玄關 然後有一個穿衣鏡 那進來之後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牆 整個是沒有任何的櫃子 也沒有任何的機子 那其實我們都是整合在我們等一下看到的書房裡面 喔 長進書房了 對 沒錯 那再來就是說 上下有故意做一個格柵的設計 那可以增加它的層次感 那再加上這個打燈的效果 可以放大整個電視牆這樣子 你剛剛說採用了就是格柵 選用這樣子的一個材質 是因為本身喜歡 還是說它可以展現出什麼樣的風格 喔 基本上來說 我們希望說簡單裡面又有一點變化 所以才會採用 一來是白色食材 那再來就是白色的格柵 做一個呼應這樣子 那你看它雖然是白色 但是燈打下去 其實它可以看得到一些紋理 跟層次 對 我現在看到你們家光是燈 好像就用了很多種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對不對 而且不是像我們家比較俗一點 我們家就是客廳天花板 就直接一盞大的那一重 對 你們家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現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一定是會有砍燈 那目前的砍燈 我們就是用7公分的小砍燈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調燈 燈帶的部分 那燈帶部分它會環繞這四周 它只有3公分的寬度 所以其實你看起來是很像漂浮的天花板 這個走道非常的長 那我們一開始的想法說 如果只是砍燈的話會有一點無聊 那再來說如果哪邊的燈 像我們這邊有掛畫 那如果想要在燈這邊亮一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一點調整 所以我們就決定採用這個新的吸池軌道 吸池軌道 對 聽起來好像很特別耶 它厲害在哪邊 它第一可以調整位置 你這個燈都是可以移動的 對 然後第二就是可以增加光源 對 所以我隨時想要哪邊比較亮 對 我們可以再多一個再卡上去就可以了 喔 而且我看還有分造型耶 這個是圓形的 對 小顆小顆的 對 然後這個是平板聚光的 喔 它的功效亮度好像也都不太一樣 對 看起來效果視覺上也會有一點變化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這麼簡單的可以移動 喔 要移去拿就移去拿 對 而且它要是真的如果說久了壞了 我就換一個就好了 沒錯 對 喔 這樣好棒喔 它直接放進去就好了 對 放進去就可以了 喔 真的很棒耶 那我這邊有看到這個 就是特別給你們餐桌 非常非常有造型設計感的燈 這你們都是額外花時間去挑選 沒錯 就是看整個風格上 那當然我們也要配合這個空間的風格 那我們就想說主燈不要太複雜 不要像是水晶燈或是說顏色太亮 那就是簡單的搭配這個空間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櫃體也是另外去做打造了對不對 對 因為當然收納空間很重要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做了太多的櫃子 來讓空間看起來很擁擠 用灰波來呈現 就是說它有收納功能 但是又不會看得太清楚 這個算是木頭 它其實是系統版 喔 對 其實同時也可以 系統版可以做到那麼複雜 對 打破大家對系統版 比較自視的一個思維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櫃 一般來說啦 都會有一種傳統的一種思維 就會覺得說系統櫃我沒辦法做到很複雜 系統櫃雖然它價格好像比較划算 可是它達不到我的要求 可是經過設計師的巧思下去規劃之後 它其實是可以達到的是不是 對沒錯 那當然基本上 如果說你以這樣的造型用木工跟烤漆來做的話 我們系統其實可以降到幾乎快一半的成本 差那麼多 是非常划算的 剛剛有說那個什麼電視櫃的東西藏進來了 對 喔我看到了一鏡眼就看到了 對 欸所以它可以牽這麼遠喔 是 如果說您有設計規劃的話 其實一開始 設計師一般都會幫你納入這個需求 不要不要 那這個櫃子本身也是系統櫃嗎 對也是系統櫃 因為一般都會覺得說 啊系統櫃沒辦法密合 對 橫置密傷 或是配色上只能那幾種顏色 對一般都是這麼覺得 可是其實這樣的紋理也是很有質感 對當然我們也是考量到我們自己的收納需求 其實是可以有一點留白的 其實我們有隱藏的兩個部分 第一就是我們的主浴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主浴 其實是做一個對稱的門 欸藏在這裡的 是的 難怪 因為我剛剛想說這個 我們又叫什麼我又忘記了 就是格杖 格杖 對 就是又是這個格杖 我就以為它純粹只是裝飾用 對 所以它其實有隱藏的空間 對 就有緩衝的 它有緩衝是不是 對 所以我不用擔心 對我們的設計都是有緩衝的 有自己彈一下欸 大家有發現嗎 那第二間是什麼 當然就是女生的更衣室 這真的是斬肩欸 真的是斬肩欸 對 一樣是以系統櫃為主 但是我們不希望系統櫃那個制式的感覺 又出現 當然就是系統櫃制式就是這樣一格一格的 會不會被那個寬度所局限 所以我們就討論說是做一個開放式 然後以鐵鍵來做主要的結構 再結合這個系統櫃 對 難處在哪邊 因為一般它的結構上要在 你要去算好它的厚度 跟鐵鍵的厚度來做一個結合 包含它要斷在哪邊 它的板子要收在哪邊 其實這個都是要經過反覆操作的 尤其是這種有L轉角的 我覺得更難欸 對 沒錯 在我們的梳妝櫃有什麼樣特別的規劃嗎 那其實它原本這邊有一隻非常大的柱子 是到這個位置 那延伸過來就是它的量 那我們就想說一樣用格柵的元素 但是這一次的顏色故意跳一個 這個好美喔 實穩感覺的 來做一個修飾 然後再來延伸過來的就是我們的一個編櫃 這一個也是系統櫃加食材 還是系統櫃 真的是把系統櫃發揮的 對對對 先生的衣服我就把它設計在這一面 那當然就是 我也不希望說空間看起來太壓迫 所以我們就採用這個蒼虹玻璃 它有一點微透的感覺 那加上打燈 它就可以看到隱隱約約的衣服在裡面 但是又不會太壓迫 很溫馨的感覺也在這裡 對 當然因為客房 我們當然是以客人的需求 對 就是說我希望就是家人來住的時候 它當然還是有一點飯店的感覺 但是不要像我們外面的空間這麼的冷 做一點跳脫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用一點有一點奶油色 那剛剛講的沒有木紋的部分 唯一的木紋就出現在客房 對 都用在這兒了啦 對 對 那真的有很多人是看了你的 例如說在社群平台上面 對 新家的照片 就找說設計師我想要這樣子的感覺 蠻多是來參觀之後 現場那個氛圍其實是照片看不出來的 我就要曾彥強 對 他就覺得這個格柵他喜歡 或是說這個鐵劍這個感覺他喜歡 所以他們會更有感覺更確定他要的 另類展銷中心 對 那因為知道說您跟您先生都是設計師 這件事情我覺得我一聽到我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來採訪 夫妻之間總有想法可能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哪些地方是 可能我這邊本來要選灰色 後來我這邊選了一個不同顏色 有沒有像這樣 或是零件啊材質啊 最後考量是不一樣的 應該說我跟先生是一個比較分工合作的方式 他的強項是工法 那設計主要都是我這邊來操作這樣子 後面這個櫃子 怎麼樣 其實一開始我先生是把這個勾縫 是直接頂 是沒有這個勾縫的 對 沒辦法拉開 就是直接是下面開 對 就是他只有這一條縫 你想要有這個條 對 我覺得比例上跟使用上都比較好看 那當然那時候已經做了 那當然這時候我們就會有爭執 就是要改或不改 因為已經做好了 對 要改又要請人家來採 那不改我又覺得很醜 所以到最後還是改了 那自己家就是自己住的舒適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 夫妻兩個人 即便都是設計師 也都需要去找到共識 更何況一般的民眾也是 一般的民眾就是萬一 那個爸爸媽媽小孩 大家想的都不一樣 那當然你們自己的私領域 房間你們就各自為政吧 對 可是主要的客廳啊等等的公共區域 大家要去找到一個共識 這件事情也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對 如果找不到共識 設計師也救不了你喔 對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摸星球 那我們就非常感謝 下集見囉掰掰 我跟你說真的是設計師的家欸 一開始我拿起來想說有點重量 結果一拿 欸 空的 白件 你以為設計的書嗎 對 我想說 一開始看我想說 這裡不知道什麼書 結果完全是假的 不能打開欸 到哪兒 去睡覺 什麼 那麼 開心 誠心 你